俄羅斯海軍就在一起 據俄國國防部表示 他們18號開始 將在近南韓與日本的太平洋 展開危機10天海上軍演 值得注意的是 恰逢俄羅斯總統普丁赴北韓進行訪問 俄羅斯國防部指出 此次軍演將在太平洋日本海 惡禍刺客海舉行 不僅出動40艘各型艦艇和支援船之外 還有20架定翼與懸翼機 其實俄羅斯定期會在太平洋上 進行軍演秀肌肉 自2022年入侵烏克蘭後 西方國家對這類型演習深感憂慮 與此同時 美國太平洋艦隊17號發布聲明表示 美國 加拿大 日本和菲律賓 將在南海舉行為期兩天的海上連演 測試和驗證了各國武裝部隊的理論 戰術 技術和程序的協作性 旨在維護航行和飛越自由 重申四國加強地區安全與穩定的承諾 這次在南海菲律賓專屬經濟區 舉行的海上合作活動 包含美國海軍的阿利伯克級 導彈驅逐艦 加拿大海軍的哈利法克斯級 護衛艦 日本海上自衛隊村雨級 驅逐艦 菲律賓格雷戈里奧德爾 皮拉爾級巡邏艦 不過每家日飛四國南海連演 時間點卻恰巧接近 俄羅斯海軍東北亞演習 對治意味濃厚 再現關注 三連新聞 林哲學報導